说完了匈牙利 咱们说说前面一直提到的 他的死对头罗马尼亚 是个啥样的 罗马尼亚的统治者 是他的军事独裁者 法西斯独裁者 安东尼斯库元帅 罗马尼亚人的名字都斯库 也不是他们穿啥上街 所以都斯库都开裆 这个安东尼斯库元帅 1882年 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 这个皮特什地城 早年呢 在法国学习军事 一战当中呢 作为一名中级军官 在罗马尼亚军队服役 因为罗马尼亚很快就被德国占领了 所以一战也没怎么打 战争结束之后 跟随这个罗马尼亚军队 镇压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就这个133天的这个共和国 在此前后 他加入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 铁卫军 彻底投入法西斯怀抱 二战爆发之后 逐步追随德国和意大利 充当他的得力打手 40年 安东尼斯库在这个 纳粹德国和铁卫军的支持下 夺取了政权 自认首相 41年 在希特勒的支持下 安东尼斯库清洗了铁卫军中的异己分子 掌握了军政大权 他依照德国和意大利的这个独裁体制 宣布 罗马尼亚是军团国家 废除宪法 取缔政党 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苏德战争这个爆发前夕 安东尼斯库为了跟德军协同作战 在罗马尼亚进行了战争总动员 安东尼斯库这样做 有反抗苏联占领罗马尼亚领土的这个因素 但是他做的太过分了 跟这个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相比 保加利亚的政策稍微明智一点 二战前夕 保加利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 跟各大国保持友好 这个国家吸取了一战时候的教训 原则就是不见兔和不撒婴 1940年2月15号 保加利亚国王鲍利斯三世 任命了一名侵德的首相 取代七英首相 这也算是这个审时度势 毕竟希特勒的魔爪要伸过来了 到了1940年夏天 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半岛 9月4号德军进入罗马尼亚 德一日三国轴心形成之后 德国要求保加利亚入国 43年他到德国会见希特勒 拒绝了要保加利亚参与对苏作战的要求 回国之后呢 这个他就离奇的死亡 鲍利斯三世的王后约安娜说 我坚信鲍利斯不是正常死亡 想看完整内容 快去关注微信公众号 循迹小奖 每晚19点30分 准时更新